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2023年最后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明天就是2023年最后一天 所以这两天其实走势也算还蛮关键的 因为要收什么 收这个年限对不对 很多看均线收年限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今天虽然说怎么样的 好像涨的没有很多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整个走势还是往上走 但是有一群人 我认为有一群人在市场上 想要压制台湾股市 但是我告诉大家 最后他们一定会失败 因为今天出现蛮多震荡 有些很多股票涨上去之后 开始有人在上面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那我告诉大家 他们最后还是会失败 而且他们卖的会非常的后悔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说 有些是人在市场上 他们觉得他们很厉害 因为他们掌握可能几十亿的资金 然后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那这些超烦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他们到时候会后悔 然后又会开始 到后面又开始加码买进 好 那我跟大家讲 明天有没有机会直接上万八 目前台湾股市加渐指数 差万八只差多少点 差没有几点 好像七十几点而已 所以明天基本上非常高的几率 这2023年最后一天 就直接上万八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来节 之前在这个LINE跟TG 还有这个我们的IG上面 都跟大家做分享 来节的部分 今天继续往上攻 今天破200块 最高到201 然后我们这个波段 11月29要买的 169块 中间可能没有在节目上讲 但是我们在LINE跟TG上 还有我的这个IG上面 都有跟大家做分享 LINE我都有持续在做分享 所以大家 其实我们的资讯 也可以 有时候节目上 没办法 每一档的股票都讲到 所以你可以到上面来看 上面的资讯会比较多一点 不管是到LINE 还是到TG上面 两种这个上面 LINE跟TG上面的资料是不一样的 所以都欢迎你 两个都加入 好不好 那我跟大家讲 你看今天就继续涨 对不对 突破然后到201 你会发现涨上去之后 为什么有一些人 开始卖出 开始在卖出 留一点点上影线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今天有非常非常多股票 都是这样走势 有一群人 我怀疑是同一群人 涨上去之后就想要动手 想要让台湾股市 去压制这台湾的股市 我告诉大家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老是跳的股票都是什么 都是经过盘整之后 往上涨才涨几天 突破之后才涨几天 三四天四五天而已 他不会马上就结束了 但是市场上就有一批人 觉得自己很厉害 手上掌握了很多资金 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 不管是什么外资来投信 还是什么资金 这一批人 资金可能资金比较少 但是跟大家讲 这一批人觉得 他们手上资金很多 然后涨上去之后 就想要拼命的在上面 做一个卖出 老师从来就不是 站在这个外资 反正他们这一方的 老师都是跟我们这些赏目朋友 我们观众朋友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知道怎么去对抗他们 有一些老师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这些老师你要特别小心 他会告诉你 外资 最近可能有一些小道消息 这种老师是你最需要担心 他不会反手过来咬你 咬我们这些投资人 非常的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要在市场中赚钱 对不对 老师的目的是帮助大家赚钱 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接下来涨上去 他马在这边做卖出 但是问题是不会被他卖失败 不会被他卖成功 他会卖失败 后续还会继续往上做一个上高 再来是联发客的部分 你看到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在创高1055 又创新高 比昨天再多5块钱 但是今天卖的卖压就有比较出来一点 卖压就有比较出来一点 这个地方出现卖压 有比较可能是什么 当时2022年3月份套牢套到现在 这一批人不会散户不是散户 1000多块股票不是散户 今天成交几张 5000多张对不对 不是散户 是投信那些人被套牢 外资这些人被套牢 所以当初我跟大家讲 大摩一直喊1200块 1200块 什么意思 是不是他被套牢套在上面 套牢套一年大摩 你不要以为这些操盘手特别厉害 告诉大家没有 这些操盘手没有特别厉害 市场上有没有百分之百赢的 而且这些操盘手 之前还有跟巴菲特对赌 对不对 巴菲特就讲说你要买那边乱买 你不如就买什么 买S&P500对不对 那巴菲特自己也是不是很逼胜的 我跟大家分享过 台积电卖在起账点 惠普 惠普停损出场 最近的前一阵的新闻 所以没有人是百分之百胜利的 尤其是这些什么 尤其这边一些投资人可能 我觉得这是大摩 为什么我讲大摩 等一下跟大家解释 你会发现怎么样 今天上面接近什么 1100块 往上就要1100 然后到1200 大摩当时就喊1200 对不对 是不是很急着想要做解套 那我严重怀疑是 那现在你看有些卖压出来的问题是 整个卖压 还没有非常破坏整个结构 而且这个价钱也没有跌下来破坏整个结构 基本上我认为还好 所以还能够继续涨还可以再看一下 但是未来你会发现 涨到1100的时候 我会提醒大家要比较小心的 到时候再看他们这个卖出的状况 也许他们不想卖的 那价位就有机会做上去 好那再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下一季的标股 我开始帮大家做整理了 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你要留意我们LINE的讯息 我会在LINE上面告诉你 怎么样拿到我们这一份下一季明年第一季 我们这个农年的最重要的资料 我会整理成一份报告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哪些个股需要注意 我常常会给大家对不对 我们上一次这个万八接棒股给大家 结果你看来一节是不是万八接棒股的 来一节是其中一档 那前面还有好多档对不对 都涨蛮多都涨非常多对不对 像什么星星台华对不对 都涨很多 所以欢迎大家跟大家讲 这份资料非常重要 你就加入到LINE 然后等我们的资料出来 你就来说去好不好 那跟大家讲还没有加入LINE的朋友 我知道你很多朋友看我们节目 你没有加入我们的LINE 那但是你现在看到 你记得一定要赶快来加入 才不会错过这个最重要的讯息 好那来看一下 为什么一直讲大摩 大摩今天早上 四点钟放新闻 工商日报 工商时报 联电12奈米进度超级 这个新闻已经出来好几天了 今天又丢新闻 又丢新闻 外媒外资我给你证券指出 我没事要把他讲这个东西 这东西其实上个礼拜就知道对不对 股价 昨天讲说特别强调外资买什么 9万多张怎么样的 然后写下近6个月新高 今天涨上去 然后涨上去一路有人在卖 你看今天成交量多大 15万张 但我认为还好 我认为还好 你说价格股价会崩盘 我认为还好 前面这边是不是告诉他什么事情 前面很久没有涨了 前面很久没有涨了 然后昨天往上突破 今天就要崩盘了吗 有这个联电有这么烂吗 那这边讲说什么 12奈米进度还取得Intel对不对 这些都是事实嘛 然后呢 今天就要崩盘了吗 还是说Intel已经 今天决定昨天跟他决定合作 今天决定不合作了 不会有这种事情嘛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卖下来就是有些人 这些人可能就是大摩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摩 反正有一些人 在这边想要怎么样压制他的股价 涨上去急着就要把他卖 而且一次卖都卖得到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找这个盘中的这个 买卖的记录来看 买卖的记录有时候一下寸间丢个七八百张 一下丢个七八百张 然后就丢出来丢出来丢出来 最后怎么样成交9000多张是往下灌 52.5 说在最低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样子的卖 不会让他成真 不会说股价开始就马上崩盘 为什么 这前面盘整时间这么久 而且联电股价已经太久没有涨了 很多股票的这些今年都已经轮流的开始往上涨 联电就没有 联电就没有涨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下一个开始涨的 尤其明天第一季 联电是你值得关注的目标 绝对不会说今天这些外资 联电是法人在这边卖一卖的联电就不行了 跟大家不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做关注好不好 那我认为我是持续看好的 那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再来了又来了 今天一样 金豪科 前几天上个礼拜我们一直在讲什么 记忆体重新可以关注 今天突然又丢新闻又是一样 丢新闻 看到那些新闻就觉得很头痛 在那边故意丢新闻然后怎么样 今天一样盘中有出现震荡 有人在卖 有人在卖 金豪科算卖的比较少的 才刚刚往上做突破就要在那边卖 想要压制这个价格 那这样压制有没有用 告诉大家是没有用的 华邦店也是一样 突破今天第二天 马上在上面又想要做卖出 马上又去压制这个价格 这些手法都一模一样的 南亚科是怎么样 昨天前天涨 然后今天开始往下 做个压回动作 都是一样的 但问题是什么 刚刚突破盘整区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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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告诉大家 这些都是没有涨完 好不好都还没有涨完 所以大家持续关注 没有这样走势走个盘整一年走个一天就走完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 我提供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股票 都是这样子 我们在操作 我们的家族会员 我们都是操作一样 类似这样模式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才有办法走出大波段 但是他会不会盘整完 什么时候开始涨 这就是我们的专业技术 我们能够知道说他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要发动 不然在那边盘整买进去 你等他盘整盘一年你就买进去 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涨 什么时候要涨有些老师会降 未来有一天会涨 那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买进去你的时间价值都浪费了 你的钱是有时间价值 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钱不是没有时间价值 钱你买进去 会通过膨胀 所以你钱放在那边如果没有变多 其实就是在赔钱 就是一样的意思 最后跟大家讲这个 景气的部分 14个月以来景气最好 11月景气再转 再转这个黄蓝灯 有很多人最近要选举 一直告诉你一件事情 景气不好 对不对 有些人一直告诉你景气不好 大家看一下新闻讲什么 景气这个综合 这个对策这个信号 综合判断分数为20分 9个月以来的新高 然后主要是什么 批发业正成长 零售业餐饮业 持续热络对不对 国内景气开始好转 那有些人讲说我没有感受到 这跟我都没关系 其实这有很多关键字 批发业 你想要赚钱 那不然你去做批发业 你就会感受到景气变好 不然做零售业 不然做餐饮业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有台北人的话 你可以到台北的新门店去看看 去看看最近的这个人 这个人潮多不多 我告诉大家最近人潮非常恐怖 有一天经过 吓死我了人真的超级多 很久没有看到是这样这么热络的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后高雄的夜市也是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台南的夜市也是一样 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多人 好像回到好多年前的时候 这个人这么多出来逛街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告诉大家真的景气有变好 如果说你说 我都赚不到钱 我告诉你那你去改做营售业 批发业餐饮业 你马上会感受到景气变好 绝对没有在骗你 所以 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也会相 相对的关系到这个台湾股市状况 那股市是什么 股市是台湾 这个经济 这个领先讯号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今天到哪里 17928 只差多少点 712点 明天可能就上去了 然后就万八 万八 接下来2024会不会有其他的更多的行情 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 所以我们这一份资料给大家 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到like上面 来看我们最新的讯息 好不好 好那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我们的频道赶快的订阅 告诉大家 每一天都会有最后 更多的讯息 我们的节目 还会有一些教学的内容 所以 不要错过 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明天再见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 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真的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